习主席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是党中央把握强国强军面临的新形势 一回到部队 陈欢就来到野外助训场 与战友们分享从北京带回的两会精神 从过去五年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 到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新部署 陈欢结合自己从军十年的切身感受 所要参加两会的心得 为大家上了一堂生重的教育课 听了陈欢参谋的宣讲 我备受鼓舞 尤其是讲到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时 我感到作为一名新世代革命军人 牵上的使命和责任更重了 在即将到来的实战化演练中 我要立足岗位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习主席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发出了统一思想认识 强化使命担当 狠抓工作落实的动员令 作为代表 这次回来呢 我就是要把主席的嘱托 转达到基层 让两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从军十年 从一名基层战士成长为狙击枪网 金牌教理员 再到如今的作训科参谋 对陈欢而言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是刚申请成为作训参谋的那段时间 在我看来 战场上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而是一个团体的战斗 尤其是现代化战场的条件下 更讲求体系发力 因此我想把个人的战斗 变成群体的战术 从战斗员到指挥员 面对陌生的专业知识和全新的装备 他每天往返于多个训练场之间 向专业骨干请教装备运用情况 跟迎联主官探讨战术战法 让装备知识不断变成灵巧鲜活的训法战法 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 十年的军旅生涯 我见证了单位装备的升级换代 见证了人民军队改革强军的步伐 现在历史的尖利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 作为一名作训参谋 我更要坚持学用一致 以延时标准抓好单位的实战化军事训练 指导基层官兵不断提升打赢的本领和能力 切实将两会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练兵动力